我等Jessie OK啦,不如去吧,好嗎? 我們開始吧,好 首先,正式很感謝大家 今晚可以在明天假期之前 不去其他FIFA 進入我們在Zoom meeting 在網上的世界上相遇 今天我們很開心有機會 因為我們是弘輝的訓練中心 我們弘輝訓練中心 可以幫助其他人 還是不要我,好嗎? 好,謝謝 首先代表弘輝訓練中心很歡迎大家 今天出席我們在Zoom的平台上 大家做一個交流 今天我叫Savio 我介紹一下我自己 Savio Wong 是今天開啟的CE 作為今天開始的這一部份 我最主要想 第一,歡迎這麼多位今天來到的朋友 第二,最主要介紹 今天第一位分享的嘉賓 就是Jessica Jessica Chan 她的背景 我相信大家在Flyer也看到了 那我就打算說一些 不是Flyer上看到的東西 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Jessica 當然她的背景 Flyer有的 背景就是在Ibank方面會做 做開IT的背景 做開Data Analysis Knowledge Management 等等 高大上的內容 但不是最近 是市場未太清楚 BIG DATA等等的年代 她已經在做 很多年前已經在做 證明她自己看的東西 其實都非常有前瞻性 但前瞻性 即是她Career上的發展 但我想今天 重點去介紹 就是她的興趣多樣化 她接觸的範疇多樣化 對世界貢獻的態度多樣化 以至今天她可以和大家溝通 我們的事業相機 其中一部分 就是關於在產品 以及在公司走的方向 她看到是什麼 因為首先 Jessica 其實她也是一個 別人的品酒評論 那些場合 她是評審品酒師的 她做每一件事都很專業 她自己也很接觸野外 很自然界的環境 剛剛我們之前 一起去美國年會的時候 她帶來她的一家人 長者們一起去黃石公園 所以其實她很願意 整家人帶動整家人 進入大自然的環境 所以她對大自然 究竟跟人的關係 甚至作為一個事業 作為對自己長遠的看法上 價值觀上 她在這方面看得非常非常通 所以特別一會 我知道她一定會提到 我們公司走一個方向 叫做 Control Environment Agriculture CEA 一會等她多講一點 但就是我講的是 她是其中一個 最有資格去分享 這一部分的朋友 而且她對社會的貢獻 都好在意很大 就是我們和我們公司的文化 Force for Good 是完全一致的 甚至她也幫很多創業的青年人 幫他們做很多不同的培訓 講座、Coaching 甚至公司曾經有一個計劃 是專門針對幫一些年輕人 她想實現一些夢想的時候 她主動舉手 讓我做Personal Coach 看到她非常非常用心 亦都通過她自己其他範疇 亦都通過newsing的平台 對世界、對社會非常大的貢獻 所以今天呢 如果講到一個善的意念 和一個事業 和人道企業 加了這幾個範疇 如何連結在一起 請Jessica說 就是最適合不過了 所以希望先開始的時候 留意一下 大家如果忘記關咪 不要緊 我們控制 Aman就會幫大家 但待會方便 大家可以有些互動溝通 也很鼓勵大家多些參與 之後可以再向她聊天 好 今天很期待 大家 與熱烈的掌聲 不過大家聽不到 歡迎Jessica 幫我們去分享第一部份 Thank you 謝謝 謝謝Savio老師 非常之榮幸 在她手上接過這個棒 她剛才也提過 其實我以前是做投資銀行的 所以呢 都是有十幾年的時間 所以呢 都是做technology platform 甚至乎幫他們做開拓生意 做business development 亦都很著重我們做data analysis 做大數據 如何去掌握一個市場 那在過程當中 其實是很開心的 我也看到其實 很多的商機 也因為很多不同的趨勢 而改變了 那這裡很開心 跟大家分享 其實Newskin公司 剛剛這幾天宣佈了很多獲獎 其中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是很開心 看到公司可以獲得這個獎 這就是國際社群奉獻賬 那這件事呢 其實是對於我們的地球 我們周邊的 就是我們的resources 的sustainability 是很重要的 那究竟 國際社群奉獻賬 是給什麼類型的公司的呢 如果你看到 這個poster最底下 它都寫了 是community service for a social responsibility 就是說 這間公司願意改變它的 營運方針 甚至不賺錢 或者賺少了錢 去到為這個世界 為這個大自然 去到做改變的 這樣 這個持續性的這件事 為什麼這麼令到我都會覺得 哇 這件事真的 是很入心很好呢 其實 也源自於 因為我小時候 有參加過一個環保的旅行 那當年 其實我去了一個南非的 保育的 叫做 game reserve 即是說 基本上是一些動物的家 這樣 如果我們去看那些小動物 就不像這個動物園 就不像一個 一隻隻 混在籠裡 我們去看它 就像我們以前 在modern world的人 我們去看動物 就是這樣 我們是反過來的 我們其實是入侵了他們居住的地方 那個tour guide 就是很提醒我們 他說 你們全部都要單行走 不可以穿白色衣服 不可以噴有香味的東西 因為其實動物 路遠就聞到我們走過來 這樣 其中一個很震撼我的地方 就是原來這個導遊 去到哪裡都好 他都會停下來 你看看這棵樹 他就撕一塊葉給我們 然後每人撕一塊 然後你們嘗試擦在牙上 我們很聽話 不知道為什麼 當年會把那些糟糕糟糕的樹葉 就這樣擦到牙上 他就說 你聞到一種熟悉的味道嗎 他就說 為什麼牙膏很像呢 他就說 這個其實就是薄荷葉 其實是土人用來擦牙的 然後隔幾棵樹 他又告訴我們 你看到很多針刺 很硬的 這個可以用來鑾衫 用來拉一些動物的皮 去做一些東西 我是很看到 原來其實 我們身邊的大自然 其實就真的好像一個 超級市場 如果我們懂得珍惜它 原來在那裡是有很多很多的空間 甚至乎很多的 原來是在貢獻給我們 modern world 而我們是不知道的 我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些 在原本的狀態 然後他就說 其實剛才那枝硬挖挖的那枝 你不要小看它 他說 如果把那些汁液拿出來 是可以塗在箭上 射在西牛 射在大象 都會噴下 我就說 哇 你真的要告訴我 但你不要小看它 把這個 如果吹乾了 之後 插進動物的脂肪 是可以做火把的 即是說 一方面你以為它是毒藥 但原來 另一方面 你懂得運用它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很有用的植物 我就知道 哦 原來這個世界 所有東西 我們都是取自於大自然 如果有一天 我們和大自然之間的橋樑 斷了的話 其實大家都不會在這個世界裡生存得到 所以今天我故意帶回當年 我們去交流的時候 其實我們和五十幾個議員 有非洲的人 有他們的Africans 也有他們的白人 也有不同的東南亞國家的同學 那麼我們 到今天這五十幾個同學 到今天都仍然有聯絡 我們很希望 為大自然和我們身邊的環境 可以出分離 遇到Newskin這間公司 為何會突然會突然會噴噴聲呢? 這個就是我剛剛給大家看的 這個poster 就是另外一個我們最近獲得的獎 就是這個 是the best place to work 還有 左下角 我們在零售管理協會 裡面獲得了一個優質服務獎 甚至我們接下來 也會在公司裡面 開放一個 Falls for Good Geek Cafe 希望我們可以支援 很多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在台灣 我們是邀請一些 可能是 在一般的工作環境裡面 不能夠聘請的人 或者有聾難人士 甚至乎他們有殘障的人 去做Cafe的員工 那我就會想 如果我是打工的話 這個公司是the best place to work 那我就會想 嗯 那這裡應該是可以進升化 有好的優質 甚至乎有好的環境 有好的福利 但今天我已經跳出了一個框框 我們說一個選擇 因為我們已經不是在選擇一個好老闆 我們在選擇一個好的商業平台 跟我們去做一個協作 所以很開心 在我們的科學家裡面 認識了一位叫Dr.Paul Cox 原來他是30年 在很多的島嶼裡面 跟不同的部落的遊長 和巫師一起去生活 去研究當地人類的植物學 和他們的草本 究竟可不可以找到一些醫藥 來幫我們現代人的呢 而他在這麼多年前 其實他是哈佛畢業生 當年就拿了一個獎學金 原來是可以讓他選擇任何的項目去做 他當年也是一個選擇 就是他選了一些沒有人會給經費 沒有人會去資助的項目 就是在這些小島嶼裡面 其實你看他當年很年輕 三個四個小朋友 一個四個小朋友的家庭 他們一家人搬去這些小島嶼裡面 和那些土人一起住 你看到他們的小腿都是骯髒的 其實他們是融入了當地的文化 當地是沒有自來水的 就是他去一個這樣的地方生活 去做研發的 我佩服他的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他在這些地方去做的時候 他開初以為自己去找一些癌症的治療 就是他很想知道那些草本怎麼用 但是慢慢慢慢他被那些土人感染了 我們天天就看到那些土人 就是幫其他的人 搬東西、拿些花、水槌、蒸、蒸 變成了一些有用的東西 他覺得原來這些東西這麼有用 為什麼我們現代人一點都不知道呢 直到有一天 油長就跟他說 我們很想建學校 最近有一班 撼伏的公司來了我們 他說如果我們能夠被這片森林去撼伏的話 他就能夠幫我們建學校了 他一聽到 你千萬不要被他砍掉你的樹 因為他很清楚知道那塊地方 如果一個大的樹木群被人砍掉的話 整個的生態是會改變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喝紅酒 我剛才三條老師去介紹我 其實我是很喜歡喝紅酒 但是大家知道很出名的一個地方 叫法國的Burgundy 即是貝根地這一個地方 它賣的是什麼呢? 就是賣當地幾十萬年的風土 其實只有幾行的樹 已經是一個酒莊 旁邊的山坡高一點 有一點斜度 原來出來的味道已經完全一樣 再遠一點 如果太陽照射得不太好的話 又或者風向不同了 原來出來的提子的味道又不同了 所以其實這個microclimate 是很重要的 所以博士就跟太太說 我今天解決了一個大的問題 有一個好消息、有一個壞消息 他就跟太太說 你想先聽誰呢? 太太說你這麼興奮 不如先說一個好消息來聽聽 她說我今天幫這麼大的一片森林 拯救了她 那位太太就很開心 說很厲害 你怎麼做到的? 她說你不如說壞消息來聽聽聽 壞消息就是我賣了 你們在美國住的房子 我想她太太真的呆了 我想博士很清晰知道價值在哪裡 連她家人回去的退路都賣掉了 她知道這次賣屋不能賣第二次 所以呢 其實因為這樣 她就是跟當地的那些土人一起 拯救了一片很大的森林 而拿了一個好像布斯卡金像獎一樣 不過這個是環保界的 叫做Goldman Prize 她拯救了一個三萬畝的羽林 你看到旁邊其實那幾本書都是她出的 你就會看到其實原來我們的生態 原來我們的環境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我們不好好去做好的保育 甚至我們去留意我們身邊的一些植物 其實我們將會很快就會 世界去到一個失衡的地步 我相信現在說這句話 大家會很有感覺 因為已經感受到過去的這一年 甚至我們SARS開始的疫情 原來Newsken有另一位科學家也說了 在一個 她其實是十幾二十年前說的 她說很快醫藥已經不會追得到 我們的細菌甚至乎疾病 那這些事情可能以以日 在一些幻想中才會知道 這個就會大家看到 今天我們的那個疾病 原來發生了這麼多個月 是未有解決方案的 那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 為什麼我們真的要好好去對待我們的大自然 我相信香港早前我們打風的時候 那些幾十年前的膠樽 全部都放上海面 大家都有一個很深的感覺 所以當Newsken說 她有一系列的產品 原來是會捐錢去他們的熱帶月林基金 甚至乎其中一個產品 叫包包Tree 她會每買一箱 在非洲中種一棵樹 那這個我覺得是很大的一個貢獻 而你看到圖片最右下角 你看到一堆花的物體 原來這個就是Alpha Puhemone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洗頭水 拿的一個精華 叫鐵線蘭 那當地的那些土人怎樣用的呢 就是很開心 他們在那個瀑布底 游泳水 很棒 然後就想 嗯,不如沖個漂亮娘回家 然後就在那個岸邊 就爬上去 然後看到這些花 就捏了它 捏了出來 那個執液就滑滑滑滑 然後就用來洗頭 洗到滿足就油油 還出來 所以就可以回家 薄手其中有一次 在他們發表中說 原來這些香氣 會帶來很多我們的霉意 很多我們的以往的經歷 那這些東西導致 讓我們知道平日的生活可以透過香氣和香氣 可以有不同的經歷 中間有銀色的一枝是薄荷 他在土人的餐料中知道了 原來這枝是很好的,令我們的專注力、專注力 甚至令我們很容易散走乳酸 原來有很多奧運賽的冠軍 都是用它來調查是他們的秘密 他未必會告訴你他用這件事 但是博士說有很多冠軍人馬 是用它令他們的乳酸很快地帶走 所以這系列是很棒的,有不同的 冰學禮的選擇,有殘暗瘡 也有背部,男士有時會做運動 你不想他不出汗,但又不想他有臭糊 這樣就可以用我們其中的抵抗問題 所以這裏也有很多草本,因應著他們的土著 一些習慣去採收回來 所以我會很開心跟一間機構去合作 甚至他們的理念這麼好 原來我們的Falls for Food的一些項目 有二、三十個遍佈世界各地的 有些是給小朋友,是幫他們檢查他們的視力 甚至是贊助他們的眼鏡 左上角的就是每買一瓶冰河泥 就會捐兩合半的美金 去給一些EB,即是有皮膚性的 一些炎症會爛得很嚴重的小朋友 也有psychology,就是幫很多的董罪 去建學校、匪制、幼稚園、甚至印尼中學 去建造太陽能系統 亦都為一些先進的國家 例如我們有一個Library Hope of Library的一個project 其實幫韓國建造了很多個Library 而我們香港呢,那又做了些什麼呢? 香港很開心,剛才我們說過了一個叫做 Superhero的夢想領航園的一個project 我很有幸,在公司的呼籲之下 我們很多朋友就會說,不如我們去幫他吧 我們就寫了很多的小朋友 大朋友,去到大學 他們有一些夢想 但他們可能未必有資源 又或者未必有經驗去做 其實New Skin 原來我們是人才仔仔仔 有很多不同的人都來自於不同的職業 原來他們的經歷都很好的 我們就是把那些人才去拼配 將他們的計劃 是可以讓他們做一個比賽 其實入圍的差不多 收了300多份的應用程序 最後選擇了有幾十位的朋友 我們提供了一些夢想領航員 而最後有十個project 得獎的話,他們會有一個資金 去做他們的項目 其中一個項目,我是很開心 我帶的那些小朋友 其實他們只不過是六年班和一年班 他們做了一個叫Find my eye stick 原來就是因為他公公跌倒 晚上去洗手間的時候 就摸黑,他不想驚動了家人 原來都是黑媽媽自己摸去洗手間 但原來跌了很多次 所以這兩個小朋友很想幫他公公做一個智能的拐掌 你拍一拍手掌 你就可以聽到手掌放在哪裏 或者閃燈 公公不需要開齊燈 就可以拿到他的walking stick 去洗手間 他們後來還加了什麼呢 就是暖手器 加了USB charger 令公公可以出街的時候 可以很溫暖 我會很開心看到原來我們能夠做的事 可以這麼深入 可以看法很多的 喜歡做創作的小燈籠 很歡迎他 也像我們的科學家一樣 創造這麼多對人類有益的東西給我們 而其中一個項目裡面 有一個是南亞裔的小朋友 原來他很喜歡我們中國的文化 他真的學寫不同的遞書、算書 我真的有點慘愧 我們自己香港人 可能有很多小朋友都說 我不喜歡寫無不至 但原來在我們香港生活的 一些少數的族裔 他們都真的很喜歡我們的文化 這就是我看到 原來我們今天能夠 將我們不同的talent 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能夠在社會裡面 可以發揮到什麼功效 而當然在我們剛剛的抗疫時光裡面 其實公司也第一時間 將很多的物資 幾噸幾噸的物資 傳送到大陸 亦都去了不同的國家 亦都捐了給我們的 兒童心臟病的一些小朋友 因為我們一向都有一個 叫做兒童心臟病的基金 是幫助一些 一出生就已經患病的小朋友 可以有一個資金 給他們做手術 他們的抗疫能力 當然是比較低 所以公司第一時間 也幫助一千位的生徒 也有二百位的醫護 我們把物資捐助給他們 希望我們也能夠在香港本土 可以做到一些持續的工作 而我自己本身也有 跟Newskin做過好幾個其他 一些慈善的項目 譬如我們會去跟小朋友 帶他們去搭車搭船 搭不同的交通工具 去到離島 甚至乎去搭垃圾 但原來那些小朋友 可能從來沒有搭過船 我會覺得Newskin是很細心的 那次我們的船程裡面 其實他故意叫船長開慢一點 因為他怕小朋友會暈船浪 我覺得他故意給他們 不同的交通工具 去程和反程的時候 都是給他們有不同的體驗 這個我覺得是很細心 而我們在做的事是很長遠的 另外一個項目 我們有做過的就是 去保護兒童會 那個會我們去做服務的時候 那次我們帶小朋友去年宵市場 其實是兩三歲的 帶他們走出去去看年宵市場 但是我們跟他們一起吃的那頓飯 我想告訴大家 每一個小朋友都是自己拿叉 自己拿筋 自己幫自己抹嘴 自己執拾自己面前的東西 我真的想回 當時我家裡也有兩個小朋友 我妹妹有兩個幾歲 差不多八歲和六歲 我想告訴大家 六歲的一個都未必會 像這兩三歲的小朋友 自己照顧自己 所以我會看到 原來我們在每一個範疇裡 如果我們能夠 將我們的 空間的時間 甚至我們的資金 能夠做到一個我們叫做剛性的需求的話 其實持續行善才能幫得到 而這個機構也大讚我們 以往很少機構可以 一年內整整五十二個星期 都能派到人去幫忙 這就是 New Skin 可以在一起的 就是我們 經濟自由了 我們多了免費時間 也能夠把我們的心思放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環 而在有一個大師論壇裡面 我也看到 如果我們的資金是不充足的話 其實有很多項目 你只會給予別人 可能你只能夠幫到他一次 幫不到他兩次 但是如果我們是一個 好好有理念的一間公司的話 這是一個很持續的資金 我才看到原來這個錢系統 這就是我的後來 就是通過自己的一個消化 做剛才銀行 都明白錢是怎樣做的 現在很相信大家會看到 在疫情方面 你就會看到 原來我們能夠持續地有這個力量 是很重要的 好了 接下來我們會面對什麼呢 原來我們在公司的幾個階段 最初他會看到的就是 為什麼我們做護膚品 很多時候那些成分都被吸收了 加了很多填充劑 沒有用的東西下去 而他質疑這件事 去做一個優質的成分 而在第二個階段 他就會看到我們需要自味病 就是剛才所說的 科學家會看到 原來我們接下來的科技 會追不上我們疾病的變種 我們一定要幫自己 去提高我們的免疫力 所以我們就用了科學優質的 品質管理去做 然後第三個階段 其實我們就已經看到 有科學家 他會看到 Dr.Joe 他會看到他的父親 老年的時候 原來也是很辛苦的 所以他就想起 我們有沒有做到一個抗衰老的科技 去幫他 令他最後幾年都是一個優質的生活 而接下來我們看到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原來這個世界 溫飽之餘 我們不只是給食物 是要給一個好的營養 甚至乎一個很好的持續的梳成 所以今天我們面對什麼呢 就是我們不足夠的農地 我們周圍的氣候的改變 環境的污染 甚至乎我們沒有充足的 一個潔淨的食物 接下來我想讓大家看一段影片 希望大家聽到聲音 每個億努力ale 我會看到 我們沒有計劃的 我們的壁 造成為災害的 國安利呢 我們需要我們去生活 我們需要足夠的 每逾70%的 海產地 只有1%的 是讓我們使用的 用不能 運用的水源 我們的渲碼 在疫情 我們能使用 摩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ur technology enables us to give crops the perfect amount of nutrients, water, light, and atmospheric conditions. We accomplish this with the GrowVee GrowPod, an automated CEA platform that uses less than 3% of the water and a fraction of the land of traditional farming. GrowVee scientists and botanists constantly analyze each harvest, then feed this data back into the GrowPod's proprietary operating system to improve each new crop. With several growth cycles possible each month, these improvements take place rapidly. The GrowVee platform ensures we no longer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pesticides and herbicides that drain into our soils and contaminate the foods,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or personal care products we consume. GrowVee is providing new skin and its partners with automated CEA technology to manufacture and produce sustainable and traceable products for operations around the globe. Our vision is to help responsibly nourish the world. Okay, okay. Let me bring a sound of the wind. Okay, okay. Okay. Yes. Okay. Okay, okay. 稍後我們可以通過你的介紹人給大家一條影片 OK,好,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是什麼呢? 2050年我們將會有大饑荒,為什麼呢? 這是世衛的組織宣佈的 我們將會有10億萬人口 即是說現在你都會看到很多耕種的方法 可能已經未必是有效的 即是可能你看到澳洲大火 其實可能紐西蘭他們會做很多很出名的 我們叫做有機耕種 但是你想想,如果澳洲大火的孫羽 去了這個紐西蘭其實都未必會有效的 所以我們是很需要一個有我們自己能夠控制的環境 甚至乎這個食物是其一 第二原來是營養 營養上面 在世界的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中 其實全球有8億多人在捱餓 甚至乎他們沒有攝取一個足夠的營養 這個對於我們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我們一起去解決的問題 剛才聽了很多,原來我們這間公司 我們不僅是在做很多fault for good 原來是我們在通過這個商業機構的賺錢之後 我們是投放很多的錢去科研 令到我們可以做一個 叫做controlled environment agriculture 即是受控環境的一個農業裡面 是沒有噴農藥,沒有除蟲劑 甚至乎環境用的水 我們只不過是用平日5%的水 其實對我們周邊的環境是非常之好的 今天你也可能看到 疫情期間有些國家已經說 原來沒有人上班 有些地方是開始沒有食物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用一個很小的人手 用一個機械化的形式 用一個我們自己搭蓋的環境去種植呢 原來這裡你看到有很多些兜兜 一個個盤 它們就好像旋轉一樣 因為上升的時候 它會給不同的曬光 會給不同的噴灑的一些養分 令它們由種子慢慢變成一些小的蜜草 然後慢慢長成一些大的草 到它再轉回來的時候 它就可以採收了 這是我們的受控環境農業 原來我們針對著很多農業的一些什麼問題呢 就是耕地會受污染 淡水會短缺 甚至乎人口很大的增長 我們就用Growthin的技術幫助我們做很多的項目 而第一個呢 我們在用一個子公司去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已經在供應一些生口 即是牛、羊、牠們吃的東西 已經是一天我們的農產作 等於55英畝的小蜜草 是可以給它們去供應的 這其實是一個很誇張的一件事 因為將來我們有很多農地都受污染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能夠可以回復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令到我們的生產成本 都是可以減低的 因為New Skin 作為一間這麼大的公司 我們全球生產這麼多不同的營養品 現在是Beauty Device 原來我們都可以追蹤來源 這就是令到我們自給自足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走的這條路線叫做Innerfusion Innerfusion 是什麼呢 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的sourcing 在左下角就是我們有一個很純正 我們能夠自給自足的農產品 上面這個是science 真的在說基因的科技 我們平日可能你聽說基因抗衰老 原來我們有很多的基因研究 是跟一間Live Chain的公司去合作 我們有5億的數據庫 已經是在說 慢慢慢慢 逐一逐一拿出來 是給我們新的產品 原來 Dr.Paul Cox 都說 如果他要做藥的話 是要用8至14年的時間 是說500個million至10個billion的錢 去做一款的藥 其實這個世界很多地方都已經等不及了 這就是我們能夠運用很多未來的技術 去幫助我們 甚至我們有智能的討論 簡單 用你的手機去幫助朋友 做一些 譬如你掃描了他的樣子 然後做一些分析 告訴你你需要什麼產品 還有一些我們叫做Bio Adjective 就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在大自然當中 有很多的植物 他們都能夠在很惡劣的環境之下生長 我們專門找這些元素回來 去做我們的材料 這個也是我們在發展的項目 今天這三樣東西 我們就叫做Innovution 所以真的很開心 剛剛在這個星期 也公佈了我們之前做的 Beauty Device 是再次拿到全球的Home Device 的第一 原來這個市場 將會在未來四年有三倍的增長 這就是我看到 由我們的初心 從幾個階段開始 到現在 我們未來上網的時候 原來我們能夠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做一個簡單的決定 就可以幫助我們 在幫忙做Innovution的推動 我希望這件事可以給大家 在生活上一些點點滴滴的想法 好嗎 接下來的這個環節 我們就要交給我們的姜老師 他是我們弘輝的創辦人 他在二十幾年的期間 創辦了我們弘輝的這個訓練中心 亦都在他的領域裏面 培育了很多不同的家庭 幫他們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他在Newskine的路途上 已經有一個五百萬美金的累積收入 前身也是一個社會工作者 我知道他在這半年前 其實他去了非洲馬拉圍 見證了我們公司一個很落實的慈善項目 我將我們的時間一會交給姜老師 Yes Hello, hello,謝謝你 聽到了 每次聽Jessica說的這部份 一邊聽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覺如何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你內心會一邊一邊有些 不是拿著的感覺 而是你會很有觸動的感覺 我相信大家聽完之後 你會感受到 Newskine公司可能和你以往了解的 或是你印象中有些不一樣 你會慢慢一步一步感受到 其實這間公司是一間很有溫度的公司 其實我們今天的明題就是 如何透過一個商業平台 如何成為一個人道主義的企業家 其實我覺得Newskine公司 有一件事 它做慈善也好 做一些類似社企的項目也好 其實它能夠做到的是什麼 我們經常強調是很持續性的 持續行善才會看到真實的結果 而它是用了一個商業的手段 達到慈善的目的 NTC剛才說到麥不餐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上片後面有很多非洲的小朋友 頭頂裡有一包營養位 其實這項目就等於一個社企 我不知道大家心目中 你們不知道什麼為社企 簡單來說 社會企業 全球的解定是 社會企業一定要賺錢 但賺錢的同時 真真實實解決到社會問題 而NTC的麥不餐 這個項目令我很感動 令很多人都有感覺 很有感覺 很觸動的地方 就是它作為一間商業機構 但它真的能夠高舉 個人的一個企業信念 而能夠透過有2005年開始 持續的行善 可以改變到一個國家命運 這件事令很多人非常觸動 而事實上解決了什麼社會問題 可能大家都經常聽 可能由中學年代 大學年代都經常聽 很多第三國家的小朋友 可能每六秒 因為營養不均 而死亡 這是一個很赤裸裸的事實 但聽得多 有時會很麻木 但創辦人Rick Ronny 他從未忘記 所以他當時有一個劃時代創舉 就是NTC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運用了全球超過80萬的直銷箱 是做了一些務捐麥而餐 一包營養米 務捐這包麥而餐 可以改善到什麼呢 就是打破了每六秒 一個小朋友 基於營養不均而死亡 這是很赤裸裸的事實 所以在非洲馬拉威 現在所有的麥而餐 這個項目 能夠覆蓋的地方 其實已經沒有六秒死一個 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覺得 其實NTC 宏觀的角度來說 其實它真的達到一個 我們說不是一個 Win-Win situation 是達到一個全贏 一個全贏的局面 但這個作為獎市公司 這間公司不僅僅是 我們負責生產 其實研發這包麥而餐 是加州大學大維斯分校 一個叫Dr. Ken Brown 他專門研究第三世界國家 一些受飢餓兒童的情況 所以這些大維斯分校 負責研發 我們公司負責生產 並且透過80萬的直招商 負責全球的務捐 所以直招商是贏的 公司是贏的 股東是贏的 我們對慈善機構是什麼呢 他們的專業不是籌款 他們能夠將自己的專業 擺放在自己最善強的領域 而將Sales & Market部分 交給外公司 而對於第三國家 例如非洲、馬拉威 不論是小朋友 不論是成人 因為我們的商業利潤 可以在當地成立一間農民學校 也能夠幫助當地 完全沒有無農、水利等知識的人 他們賴以得以生存 而一步一步一步 將生活質素不斷提升 所以如果你問 說到這裏 可能我還未介紹自己 是不是我一開始 Newskin的時候 就很明白 Newskin的項目 我正在等待 坦白說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真的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我會參與 Newskin這個生意 其實我想大家都會這樣 我相信大家都會為一個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大家會覺得自己 容易改變 容易改變 容易轉變 我想人也很有趣 就是你會為一些 你真是愛的人去轉變 其實我自己在公司出身 對於Sales & Marketing 是完全一腳不通的 但是當時因為我媽媽 因為我最愛自己的媽媽 當時很簡單 就是她在國內的一次月投資 失了手 即是一夜歸零 所以因為我媽媽是一個 很堅強的人 她從來不會對小朋友 敵了眼淚 但因為我們母女之間的關係 我會感覺到那種眼淚 所以我跟自己說 我一定要求變 我想找一個機會 我想除了做社工之外 找一個賺錢的機會 當時一個機緣巧合 認識了我這位恩師 華為娜女士 華太可能有些人 都比較年輕一輩 未必認識她 因為她是第一個女性 香港得到十大結出青年 亦是她上線的老師 Dora Hong Dora Hong 亦是本地一個亞洲 不單是香港 在亞洲品牌 很出名 是斯桃麥花生油 家族的職員 當時有幸認識了她們 亦因為她們接到New Skin 這個商業平台 當時我跟自己說 就算我不會賺到她們 天文數字的收入 如果我賺到她們成功的資為 賺到她們一份為人主事 我想我自己也會成功 所以就開始慢慢了解 去鑽研這個生意 這個事業的機會 但我覺得 其實這顆同僵 或者生意發展自己的企業 其實這顆種子 可能很早已經埋在我心裡 因為我是來自理工大學的社工 我想有些老師的說話 無論一年、五年、十年 你都不會忘記 當時李大 我們的Dina Mac 我們叫她Mis Mac 當時Mis Mac 在Graduation中說了一句說話 她說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李大是想培育哪類型的社工 她突然這樣問 當時我只有二十多歲 真的不知道她說什麼 當時她就在想 當時她就在考慮 她說我們希望陪了一種社工 能夠走入一雙 不想掛著社工的名字 但走入一個人群裡 仍然可以將社工的信念發熱發光 這就是我們很想要訓練的社工 可能這顆種子 其實是樂印了我心裡 所以當我遇到華太 當我遇到Dora老師的時候 真的開始發芽 但發芽還發芽 你知道我們也有個固有的信念 不知道大家覺得 如果今天說你去做生意 不知道你有什麼看法 因為我以往 我家庭灌輸了我的概念 就是四個字 逢章必姦 做生意 當然是有些東西 不會太順 但一個故事改變了我 其實這故事很簡單 因為我們公司 剛才跟Jessica分享 我們有一條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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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我突然看著這個科學家 就問他一句說話 他問他 你知不知道這些Pupply Pack是給誰吃的 這個說話來得很突然 科學家也很愚失 當時停一停一停 他也繼續說 他用英文說 It is for my family 他說是給我家人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家人的感覺如何 其實家人等於我的生命 所以當我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我突然間很有感覺 慢慢一步一步一步 再明白透徹背後的Mission and Mission 公司的使命尊嚴 特別是善逼力量 開始 心打開 有時用腦 人很有趣 你用腦 在以後會有局限 你的視野是經過太過分析 判斷、研究等等 是很局限的 但好像那一刻 我自己的心打開之後 我覺得原來Newskine的世界是很大的 今天除了分享我的個人故事之外 也很想跟大家說 其實Newskine是怎樣的商業平台呢 我想我第一次聽Newskine的時候 我從生意的角度 雖然我不是商人出生 但我有一個角度 就覺得這東西是我很想要的 為什麼呢 當時是1993年 如果我沒有記錯 當時公司說了compensation plan 做生意也說回報 這是一個Global Assignments Compensation Plan 簡單來說 就是跨國延綫 全球融金合併 這句話突然聽到 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我身處香港 是700萬人頭 我家在國內投資的廠 就是諸三角 提高到全球 而開始的時候 等於今天叫微資創業 我覺得很特別 當然 20年前 互聯網沒有今天波蘭撞闊 其實都是一知半解 但是我明白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的生意 可以有個雞蛋政策 例如今天可能我在香港做的 但是人在健康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我記得把雞蛋多放幾個攬 萬一一個攬有問題 可能另一個攬裡面的蛋 雞生蛋 蛋生雞 另一條腦就走出來 所以因為我自己本身有 家裏做生意有失敗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夠 用一個微資創業 而擺平這種風險 我很有興趣 如果今天你再問我 其實Newskin 如果你說做跨國連線那麼厲害 可以做到全球53個國家 其實是怎樣運作的呢 簡單來說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Fanchise 他的經營 我相信在座每個朋友都聽過 他的經營 我將他類比Newskin的生意 例如McDonald 大家都一聽就說 很厲害 500強的企業 年度營業額 我想已經追近300億美金 而全球超過25,000間 我相信接近3萬間分店 那McDonald和Newskin有什麼關係呢 簡單來說 我們今天是美國總公司 我開了每一間分公司 它的營業額的5% 都去到我們總公司 總公司要做很多培育工作 訓練工作 營運系統 監獄等等 將這5% 是每個人都樂意去給的 因為他可以保證 一個驗證的系統 保證我成功的機率比較大 大家同同意 而Newskin是什麼呢 等於McDonald 就是他不只是叫你賣漢堡包 不斷賣東西 而是他找到很多什麼 因為這種企業文化 他能夠吸引很多優秀的人才 和他一起經營漢堡的企業王國 所以奠定了McDonald成功 而Newskin是什麼呢 是一個個人的特許經營 我們說是一個個人的特許經營 我不需要和督東龍一樣 投資現在差不多是天文數字 如果你做了McDonald 對不對 OK 今天我只是微知創業 但很簡單 我已經不只賣 而是找到很多優秀的人才 我教會他如何營運Newskin這個系統 這個版圖 可以說是真的可以走出香港 而去到很多不同的海外市場 甚至今天我們中國大陸的市場 已經是相當相當成熟的發展 OK 但我們說努力的結果 OK 我們拿到什麼呢 就是一個非在職收入 我相信今天很多年輕一代都說 financial freedom times freedom 大家喜歡不喜歡 我想內心也很想的 有一天真的有些優質的生活 陪自己喜歡的人 是每個人都長的 OK 但如果你能夠成功建立 這一種personal franchise 建立你分店 背後的分店的分店 等於每個人都有一間無形的分店 而人的流通量有無限性 當你努力 譬如三年至五年之後 非在職收入 就可以真的享有時間 和我們金錢的自由 這裡想問大家 知不知道什麼是非在職收入 OK 我想香港人很多都明白 他說 很容易 如果我住一間屋 我自己擁有多層物業 那層物業每個月的租金 我做不做都有 那就非在職收入 或者我拿幾百萬 或三百萬去買幾個車位 每個月我可能會找到 我不用動了 我都找到每個月2500至3000元 那就非在職收入 但是問到心底 今天香港 有多少人可以住一層 又可以有另一層物業 其實很少 所以以前的公務員 很吃香 一拿長縫 一樣 我努力大半世之後 我以後都拿到我三分之二 但長縫 其實在香港要唱這支歌 真的不容易 但我很坦誠 想跟大家說 New Skin 如果你用心用情去建立的時候 其實你一樣可以 若干年後 有些人可能快點 有些人可能慢點 不重要 你跟回自己的步伐 但你努力背後的結果是什麼 你可以拿到這種強縫 拿到非在職收入 所以這個生意 很有溫度的原因也是在這裏 但當然 其實市場系統 大家來到這一刻 可能有些明白 知道都是特許經營 可能未知創業 但New Skin 為何可以做到 我們今天的年度營業 到達30億美金呢 原因是它的營運系統之餘 它的產品很有獨特性 我們說產品很有 這個搭配性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比起蘋果的iPhone 蘋果的iPhone很厲害 因為它擁有iOS系統 所以每一年都有很多甜品 給我們 一款一款的產品 但是New Skin 這間企業 它擁有等於蘋果的iPhone 一樣 我們擁有一個科技的平台 叫Hlockme 因為我們擁有這個科技平台 而背後的科學家 都超過70個以上 令到我們可以每一年 都有些爆品 這些爆品 令到很多重疆的人 真的樂此不疲 為什麼這樣說呢 很簡單 告訴大家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只要短短運用 New Skin 運用了十年時間 其實我們已經有85億美金的營業額 就是因為這個科技的平台 包括什麼呢 你看到我手上 這部SPAG 可能一人一聽到 這部SPAG 原來是New Skin 很出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很短 我們買了200萬部 用了十年時間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另一款產品 我們另一款爆品 就是這部Learned Me SPA 這是我們和Hello Kitty一起合作的 當然我知道 有些人不喜歡Hello Kitty 我問過很多人 都說不喜歡它 沒有嘴 但是我很喜歡 我們說這部機 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說 如果這部SPAG 因為這個科技平台 用了十年時間 只用了18個月 已經達到200萬台 我亦很明白到 家居美容儀 就是家居美容儀 或美容儀器的產品 其實New Skin 在2017年 不是2018年 已經成為全球的第一 所以我們很能夠看到 公司這個技術平台 帶來中很大的競爭優勢 而我們也知道 我們一直都分享過 當今家用美容儀 其實年齡嚴硬 已經達到380億美金 但是未來 我們去到2024年 2024年有超過3倍的增長 即是說 我們今天面向市場 差不多未來的Future 是過1000億美金的 所以主要是 你問自己 問到心底裡 用美容儀 現在已經越來越多人用了 但你要成為當中的用家 又要成為當中的經營者 可能這也是 好像我們今天的Post 所說 是一個選擇 當然 我們五千公司 亦都說 我們的市場是很大的 但它的市場策略是很成功的 我們的市場策略叫什麼呢 叫LTO 就是Limited Time Over 這個一流的市場策略 大家知不知道 它可以每一年 營造到很多 不單是創造階跡 在我角度 是創造多奇跡 因為在我們上一波 大約上兩年 因為一個LTO 就是我們手上 Galit Spa的姊妹 Body Spa 當時 有一位直銷商 是越收入過1000萬港幣 所以問到這裡 有時問我身邊的朋友 如果New Skin只是一賣一賣 只是賣一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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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沒有可能做到 越收入1000萬呢 是不可能的 OK 而今天 許東老師 中國一個很成功的直銷商 差不多年收入是一個億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 其實New Skin 今天的機會 它打造一個怎樣的商業平台 容養我和你 特別我自己 因為很平凡的人 可以在生物科技 即生物科技 這個領域 一樣可以開展 我們有些朋友會問 千里之人 千里之行始於足 如果真的做的時候 如何開展呢 好了 個人特許經營 一定由什麼 由兩個字開始 是個人開始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真的覺得 在今天的歷史當中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 真的很不舒服 大家知道我問我 去十三樓 去Times Square 想找一間餐廳 即是吃飯 一層裡面 四間餐廳 很出名的餐廳 本地出名的品牌 有三間都不營業 那種很蕭條的感覺 其實有時候自己也不舒服 但是很感恩 遇上New Skin 在新零售或零售業 這麼凋零的時候 New Skin的事業 仍然一枝獨秀 它鎖定了生物基因 鎖定了是什麼 人的抗衰老 人的健康 這正正是 很多專家都說 是一個招揚的產業 所以我希望 如果你當一個兼職也好 如果你很務實地做 在我的經驗裡面 如果你很認真 很努力地做 六個月 其實你已經可以有 Replacement Income 即是你可能 一個月多多 有些人做得差不多八千元 甚至一萬元以上 當然 有些人如果再努力 例如一年至兩年 其實New Skin的佣金 在歷史中 很多人覺得很嘩然 因為它再不是 最早期是10% 甚至至40%或異獎 零售業來說 非常驚人 所以如果這間公司 還是一間美國上市公司 在紐約上市公司 在紐約上市公司 它被的 commission 是印證了什麼呢 它真的以人為本 對於人才 余生公司 是一個assets 是公司很重要的資產 它相當相當重視 對人的一種很大的尊重 在今天 Globally 這種環境裡面 還有一間這麼重視人的公司 其實是我個人的福氣 也希望大家可以 今天聽完可以預掌這件事 這裡不得不說的話 其實這間公司很特別的 特別在於什麼呢 就是它不會捲戀 以往多輝煌 它現在多有趣 多春風有趣 它永遠都是迎向未來 大家都明白 任何企業 都想吸納什麼 一定想吸納千禧世代 因為90後 今天都30歲 就算95 都已經是25歲 這間公司如何迎向未來呢 它一定在說的是什麼 除了是網絡 因為應該是網絡的 網絡 其實已經很正熟了 但是新的一代 它很喜歡flexibility 很喜歡有彈性 很自由 很多選擇 很多工種 可能一個人有三個兼職 它很注重品牌 它不只是賺錢 賺錢和賺錢 年輕的世代 很注重兩個字 叫情懷 很喜歡 很喜歡情懷 很喜歡品牌的故事 很喜歡品牌的價值 所以剛才有聽Jessica的分享 你會很深體會到 New Skin 已經萬事俱備 它的 story line 這麼真實 這間公司這麼有溫度 它完全影響新世代 當然 我們說 紫尖創婦 這間公司 在網絡網絡上 能夠提供給我們 只要你的手機 有手指已經做到 OK 到了今天 例如WeCommerce 到20個國家以上 我講一次的經驗 就是我去非洲馬拉威 我心想到這麼遠 生意 我也不想想太多 不如放下生意 但我發覺 這個系統 可以說這七天 我可以透過手機 一隻手指 已經完全在營運 這個事業 沒有絲毫的影響 所以 這方面 令我自己體會很深 當然 說到現在 差不多最後 我們說 除了New Skin的Pathom 有無限性 微知創業 你也看到 公司的產品 有科研的獨立性 但我想每個人都會想 究竟要什麼人才 即是要什麼人 我想問大家 其實企業家 有沒有門檻 是否只是 某一種人 才能做到企業家 大家會不會有想 我想沒有 對不對 現在中國 很多全企 賣菜 最後 年收入 年營業額 可以超過40億 知道嗎 因為企業家 是沒有門檻的 但如果你真的 再問我 有什麼特性 有什麼特性 時 我先跟阿說 這個生意的兼容性 很強 我看到 這個事業中 有些IT界的名人 你一說他的名字 整個IT都說 他都在做New Skin 也有一些普通 到四川來的女生 他告訴我 第一天來香港 去到車站的時候 看到很多香港人 喝一種白色的水 當時他在想什麼呢 說香港人 喝的一定是好東西 他快 突然來到香港 就讓自己 放肆一下 多貴都買 就買了一瓶水 然後大膽大膽地喝 然後跟自己說 為何沒有味道 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女士第一天來香港 她連抗泉水三個字 都沒有聽過 但在同一個平台 她跟IG界的一個名人 同一個平台 同一個晚上 同一個公司認識 成為我們的團隊 所以這個兼容性很強 但是一種特質 我想給大家看一看 大家可能都認識這本書 OK 就是一個舉世知名的作者 叫Robert Kiyosaki 他寫的這個 叫父爸爸雙學院 英文叫 The Business School for People who like helping people 這本書說到什麼呢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幫人的話 你很喜歡幫人 只想自己成功 而你慢慢慢慢有份心 想幫身邊的人成功的話 我相信你很適合做你的生意 OK 我這裡也想告訴大家 故事 第一次 我帶有一個團隊裡 其中一個partners 她說想去中山發展 這時候我問其他partners 大家會不會一起去中山幫忙 每個人都說 好啊好啊好啊 一起去 去完之後我們住酒店 吃宿 然後幫她不斷說幾場 大約兩次 我記得好像兩次 兩次三次的成績 亦都獲得一個一定的成績 那這時候 最後這個夥伴 突然一天晚上 就跟我說 Therisa 她說你們大概有六七個人來幫忙 那你加了多少錢 你告訴我 這時候我真的有點惡言 我跟她說 不用的 我們不需要的 我們今天我們幫你 他也希望你可以幫我們其他夥伴 我看到這位傳統的生意人 簡直是呆了 我很想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的團隊 宏輝 其實 我自己覺得 真的很驕傲的地方 其實我們真的好像阿里巴巴 十八龍漢 大家知道嗎 他們真的可以做到風雨同路 可以做到什麼 榮辱與共 而我很有幸 除了Newskin 亦都在宏輝平台裡 找到很多宏輝的夥伴 都拿出一個心 我們要成功 我們要贏 但我們可能有種 很多中小企 甚至全球的公司 都很學習的一種 團隊的精神 其實就是因為這種有溫度的平台 因為Newskin的企業文化 令到打造了 每個人進來的時候 慢慢慢慢的 環境的改變 令到他再不是用腦去做這個生意 他真的打開他的心 他用心去營運 他真的明白到 原來這個生意可以放下很多面具 即是一群有情有義的人 做了一個一有意義的事情 到最後一部分 給我機會 我想有一封信讀給大家聽 這封信很想讀給我 就是我當年學老師 即是社工的Dean Dynamics 我說其實我並不完美 但Miss Mac 我是沒有辜負理工大學 社工系對我的培訓 幸福的我找到了一個商業平台 一個創造人類幸福的平台 Newskin公司84年開始 對善意力量一項的使命尊嚴 從未放棄 而我二十多年來 在商業的利潤和對人性的尊重 拿到一個平衡點 而我沒有任何成功 例如《Break-up-one》的創辦人所說 沒有任何成功 可以取代家庭的失敗 我們以商業的手段 達到一個慈善的目的 見證到一個一個動人的生命 動人的故事 也很期待我們的團隊用這份精神 我們獨立的DNA 能夠一代代相傳 見證和成就 成功非小順的專利 都成為 培育自己 成為一個人道主義的企業 這就是我這封信送給大家 所以聽到這裏 如果你突然說 哇 Theresa 有沒有這麼好 我亦用其中一個很欣賞的企業家 馬雲這句說話 就是說很多人最初的事物都看不明白 有些人甚至看不明白 也看不起 但當你真的看明白的時候 已經趕不及了 所以希望大家 今天可能你們介紹一下 很誠意 邀請大家 聽我和Jessica 這個Seminist 希望大家心有所觸動 明白到這個事業 是賺錢的 商業平台是一定賺錢的 但是賺錢的同時 你真的會成為一個等得好的人 祝勸大家 我知道明天開始是Easter holiday 雖然大家都應該堅守在家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通過Zoom 或者通過電話聯絡 進一步 加深了解這個生意 可以如何由香港起步 一步一個腳印 你會遇到一個更真實 更好的自己 我們時間到這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如果有些想問我們,你可以在checkgroup中打給我們,或者你開麥克風也說 多謝大家,成功在王輝的平台,我們的承諾成功絕對不是小純的專利 只要你願意同行,保佑的腳印,很踏實,很認真地做 好,我想大家都在step,或者在感受 我們今天,Jessica,有沒有其他東西想分享? Hello? 如果沒有,我們的時間,謝謝大合照 拍大合照 希望新朋友方便,我們可以在一起 好,1,2,3 OK OK Yay! 多謝大家,OK 好,我們9點45分,因為星期六我們有9型人格 對,這是一個Zoom的訓練 大家要聽一個Enogram OK 笑老師的Enogram,真的有很多會心微笑 我們9點45分 我們9點45分,有我們的Helper 我們有Breathing Sessions 多謝各位參與 OK 希望我們很快 OK OK 在Zoom,在NewsKid的平台中,再見 OK 拜拜 好感動啊,老師 拜拜,老師 謝謝Jessica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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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Breathing 是否留在這裡 拜拜,老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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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你長大了很多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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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不記得,你女兒呢 我抱的時候,就把嘴巴放在我身上 是 哈哈 哈哈 好啊 我要放在這裡 在這裡啊 在哪裡啊 拜拜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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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